明报社评 深圳市近年房价升 炒房风潮次热 一个新楼盘搞猪中迁动节也能赚几百万 市政府当然不敢忘记中央有关房 只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只是也采取过辣椒去抑制炒楼峰 但这些措施始终没有奏效 其中有市场推动因素 也有政府冷静不起作用的原因 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韩正常周四专门就房地产长校机制召开会议 指示要落实城市主体责任 应该是有所指的 华运集团下属的房地产公司在深圳开发的一个楼盘 分期出售 由于地理位置处于 創新科技企业集中的南山区 十分抢手 上一期发售出现中迁后 转手即可赚几百万元 新一期的订购超出预售单位的八倍 参与搞朱的要付三百五十万元人民币订金 冻结资金达到三百三十九亿元 苹果头条 由今年初起一直站在抗疫最前线 几乎无间断主持每日四百三十记者会的 维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 张竹军医生 上周六、五日 及本周日军请假缺席记者会 由传染病首席医生 流行病学 欧家荣代替 张竹军的丈夫 牙医如岳峰因患上脑癌 一直在威尔斯亲王医院留医 有传他周日早上因病重已在医院离世 据悉 张竹军的丈夫同样是医生 去年证实患上脑癌 已在威院留医一段时间 早前有传他病情有点好转 但其后情况转差 并进入癌病末期 已未有再在深切治疗病房医治 近日更感染肺炎 上周六 张医生在四百三十记者会召开前 约一小时突然请假 临时由欧家荣代替主持记者会 周日早上开始便传出 张医生丈夫病逝的恶号 东方正论 内防输入 内防反弹一直是内地的控疫中止 亦十分成功 但随着近期有数中从香港输入深圳及惠州的个案 反映本港疫情仍然处于水深火热的阶段 港府防疫无能 不仅害苦市民 更拖累内地 很可惜 港府没有知此更符勇 防疫仍然半桶水 当中如护处核下的香港仔与市场 更被本部踢爆防疫措施仍同虚设 如反和南亚工人不带照开工 随时成为播毒温床 香港仔与市场由于类统营处管理 统营处处长则由于护处处长兼任 港府宣布周五起将提高违反 反禁罪令的定额罚款 由二千元倍增至五千元 企图愈禁于精 还未知成效如何 如市场却率先犯禁 星岛社论 新冠肺炎试药全球近一年 近日中占出曙光 全球多国研发疫苗分布 起指疫苗的保护率预九成 远高于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所要求的五成 一直跟进疫苗公港的政府专家顾问 中大呼吸系统科广助教授许树昌直言 即将年底前面世的美国莫德纳 Moderna及廢税两款疫苗因研发技术关系 需分别存处于涉事-20-70度 为香港缺乏相关大型储存及运输冷冻设备 应用于本港存在极大技术困难 尿本港需剔除该两款率先面世的疫苗 估计首批到港的疫苗将为牛章大学 俄罗斯卫星Viva内地疫苗 他又预料 本港最快明年第二 三季接种首批疫苗 尿二二年底完成全民接种 意味抗疫马拉松目前紧跑完三分一 经济社评 冬至和圣诞佳节章至 不少市民正筹谋如何过节 但疫情爆发可能打乱大家的部署 有公共卫生专家更呼吁大家要过一个安静的圣诞 越来越多研究指家庭聚会风险被低估 大家切勿为应节而开派对联欢 以免成为另一个爆液源头 增加控疫难度 令这场抗疫马拉松跑极也跑不完 一切应以亲友安全为大前提 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昨天在电台表示 市民今年要过一个安静 心里有喜乐的圣诞节 切勿到酒吧和食事庆祝 因随低口罩 整群人一定会出事 袁国勇的警告并非危言耸停 首先 根据过往经验 疫情短时间无法受控 第二波疫情用了二十五天才占受控 第三波疫情却花上八十天时间才缓和下来 一波比一波的控疫时间奖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韩 男士又有中年危机 地中海的烦恼 找到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无狼 控油去尸 固法 肉法 防脱法 我们推荐韩国JW洗户系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